2月21日至23日,亚伯利中国企业家论坛第24届年会在哈尔滨亚伯利召开。 本届年会上,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成为众多企业家热议的话题。 因此,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一届政府的改变,是他们的思路的改变,是他们的格局的改变,是他们面对市场经济新的思考的改变,这是苏森林的一座致敬。 也许冰雪节的热闹是短暂的,但是它从冰雪节中间所总结的经验,以及得到的感悟,我相信将会长久地影响黑龙江的发展,同时它也可以说会长久地提振整个黑龙江老百姓的信心。 据悉,春节假期期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100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2亿元,接待人数与经济收入均闯历史新高,但随着天气转暖,冰雪消融,哈尔滨旅游如何实现一季红到季季火,不少企业家根据资深领域给出了建议。 首先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地根据消费者的反馈,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去升级,就是第一个先围绕我们的大主题,今天我们红的是把冰雪这个主题红了,那我们要把冰雪这个主题能够把它给做大做透,然后能把这个大主题能够持续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这样的IP的产品,这样的话就能够吸引大家首先在冬季都能够来,包括我说我们甚至夏季和春季这些的, 产品资源把它挖掘出来,然后提供给消费者,这个我想就能够让我们在季节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层面能够去放大我们这个城市的价值,另外呢我们在整个商业化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把价值链拉长,就不仅仅是我去做一个观赏型的产品,我还有住宿的产品,我还有演艺的产品,我还有餐饮的产品,还有主题零售的产品,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这样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商业价值能够去放大。 其实体育旅游在这个目前也是方心为爱,也是很受大众的欢迎,其实就是贴近老百姓的,比如说现在的徒步啊,露营啊,你像我知道的,我们篮球这个行业里面,经常的这个有各个地方在举办中老年人的篮球比赛,是吧, 这样的这个项目也越来越多,我觉得根据我们哈尔滨和黑龙江这个夏季的气候优势,我觉得这个通过体育来带动旅游,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实际上我们在长三角,在粤港湾区都看到了很多这样农文旅结合的这个液态,黑龙江作为一个旅游大省,作为一个生态大省,真正要推进农旅的深度的融合,要承接新型消费者的消费力, 我们需要去配套良好的服务生态,而这个良好的服务生态,我们除了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和良好的这个山水资源之外,我们还需要去提供完善的商业基础设施,我觉得这是黑龙江下一步重点要做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具有高品质的民宿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如何配套完善我们的交通旅游服务设施, 就是在油购鱼丸方面等要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态。 在亚伯利中国企业家论坛第24届年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黑龙江省共签约项目125个,总签约额940.36亿元人民币,今年冰雪油的火爆,让不少企业家有了投资黑龙江的打算。 以前对黑龙江在投资啊,在经商方面了解不是太多,都是在媒体上看到,所以说这次来了以后,我觉得黑龙江人有这个热情,有真诚,我觉得这个增加了我的信心。 来了之后还是很兴奋的,然后特别是我们在网上看了哈尔滨的案例,然后我们来了之后再直接感受东北人热情的话,我觉得在这儿我们还是有未来结合冰雪,结合我们东北的这些特有的元素,结合哈尔滨的这种国际化的元素。 我觉得还是要去有一些策划和想法,那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跟哈尔滨有一个很好的结合。